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好像怎么是在浙江审判呢 跟这个不是一个案件吗 久后强奸女同学缓行四年有争议 法学专家应该从宽幅度应有所限制 搞不清这是哪个了 反正这个是发生在陕西的一个案件 陕西以大学生酒后与朋友发生性关系 被告强奸一审获刑四年 二审发回重审折期宣判 2020年的7月一个晚上 陕西一所高校的男生强某一区朋友喝 白某喝完酒后一起到白某朋友的家中继续喝 随后强某在白某追究 醉酒昏碎后与其发生了性关系 第二天白某报案遭到的强某前奸 2021年1月4日陕西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件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强某的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判处 四年有期徒刑 随后强某部服务提起上诉 2021年9月 陕西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刑事裁定书 称本案部分事实不清 撤销一审法院的裁决发回重审 近日 红星新闻记者从强某辩护律师周造成处获悉 2023年4月25日 该案件在延安市宝塔区法院 专窑湾刑事审判厅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 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人强某 到底有没有违背女性的意愿实施强奸行为 案审结果将择期宣判 强某家属表示 事发后强某家属曾获得白某的一份谅解书 但周造成律师表示 一审之后被害人已撤回了谅解 该案的一审判决书显示 法院审理查明 2020年7月17日 被告人强某先是在白某相约 在一家烤肉店吃饭 饭后又到一个酒吧一起喝酒 喝酒期间白某称 有一个朋友在另一家酒吧工作 要去那酒吧喝酒 当日23时许 三人又约了一个朋友 一同到该酒吧喝酒 后 参与的那个朋友 有事离开 强某与白某继续喝酒 2020年7月18日 二时许 两人喝完酒准备离开时 李某让强某将白某 怎么又出了个李某 宋是在 送他回家 后强某乘出租车 将白某送往了这个李某家 然而到李某家后 强某又与白某喝酒 聊天到凌晨五十 后强某 后白某让强某离开 强某称天亮了就走 随后白某 醉酒昏碎 强某在白某醉酒 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 强行发生了性关系 当日二时左右 白某报警称其朋友强某强奸 7月24日 强某被警方抓获 通过这段描述 我觉得这君子不立 危强之下 就是你们已经立在危强之下了 乱七八糟的 这个里面乱成一锅粥 这些个事 据白某陈述 当晚强某在李某家喝了酒 喝了几口就坐在床上玩手机 过了一会就问强某 你什么时候走啊 强某说他天亮走 后白某联系了李某 让他快点回来 接着玩手机 不一会睡着了 其他的事情都不了解 睡醒后发现被人强奸 后报警 判决书显示 白某朋友李某提供证言 事发当天三十许 强某曾在微信上给其发信息 称白某喝罪了 希望李某帮他在白某前说说好话 说他想和白某谈对象 还让李某晚点回来 或者在 在外住在外面 他给李某发了钱 李某在证言中还提到 他当时认为强某是为了和白某独处 促进感情 于是当晚没有回家 回家后才听白某称 被强某强奸了 过了几天 白某发现他割手腕的照片 发了他割手腕的照片 地上到处都是血 送院了 强某是延安某大学某学院的大二学生 成绩好 成绩优异 那有什么用啊 无犯罪记录 我觉得这个就构成强奸 那没有问题的 但是二审给撤销了 评论 男人记住 但凡女人喝了酒 就别动 不管他主动不主动 千万别动 评论 也是一个女的跟家里闹矛盾 晚上没回家 喝了不少酒 到宾馆开了个房 就给男朋友打电话 结果男的就去了 天亮以后呢 说被强奸了 男的被抓 要派行 女的说要嫁给他 又把这个男的捞出来了 这个好厉害 给他个下马威